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我们也可以用鼻子闻每一种花的香气 用手指感触石头的温度 用耳朵听风吹过叶子的声音 用嘴巴去品尝汗水的味道 即使是用眼睛看 也可以看得更加细致 比如黑猫先生的两个儿子长大了多少呀 鹦鹉先生会不会给鹦鹉太太叼来食物呢 早上太阳升起前 天空的颜色是怎么样一点点亮起来的 观察能力是写诗的第一步 好了 今天我们再来听几首有意思的童诗 第一首《春天是一只鸟》 作者张伯朗 十三岁 出生于黑龙江省 春天是一只绿色的候鸟 每年都悄悄地飞回 带来了暖风 吹绿了草 吹开了花 也带来了春天的童话 第二首《雨》 作者金仪果 十四岁 出生于江苏省 下雨了 我躲进妈妈的雨坯里 又黑又暖又安全 就像小时候 待在妈妈的肚子里 妈妈说 啊 原来你还记得呀 第三首《给文字化妆》 作者 孟楚涵 十一岁 出生于辽宁省 我要给文字化妆 让它们变得漂亮一点 然后在每个作业本后面 涂上一个笑脸 估计看作业的老师 也会对化了妆的文字 微笑 第四首 叶子与雪花 作者 文一凡 十三岁 出生于四川省 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 从天而降 叶子就像一艘艘小船 雪花一片一片 从天上跳进小船里 成了安静的乘客 一会儿 小船载满了雪花 成了一艘棉花船 怎么样 这几位小诗人 都非常细心地注意到了 周围世界的奇妙的发生 比如 春天的来与走 被想象成一只候鸟 躲在雨劈下的感觉 勾起了在妈妈肚子里的回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把字写得漂亮一些 想象成日常生活中的化妆 还有把雪花落到叶子上 想象成一艘棉花船 这样来描写一个情景 一件事情 就能让读者的眼前 真的浮现出这个画面 这 就是成功的写作 好了 我们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了 明天的九九小陈欣 我们不见不散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